從壯壤的車頭爬了出來 民眾用手機拍下眼前畫面 車子在追撞推擠下一輛 接著一輛緊貼隧道邊緣 有一台救護車 沒有發生之前 有一台救護車要過去 那我們大家的行動 讓道 尷尬 那到底下就前面有狀況 幾分鐘以後 就車子就 聽到救護車鳴笛聲 大家自動貼緊道路讓道 但接著卻聽到 先是碰一聲 我就想就完了 對 碰碰碰聲音越出過 越來越多聲的 這是從後面對 碰碰碰碰 駕駛 人車卡在車陣裡頭 只能想辦法趕緊脫困 我的駕駛座這邊的門 是被卡住的 從另外一邊下來 下來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先看旁邊 我們看哪邊 因為我人沒怎麼樣 所以我想說 看旁邊有沒有人是要幫忙 當下這台重機陽性騎士 被夾得最嚴重 脫困的民眾都下來幫忙救人 但讓人不捨的是 其中一位卡在車上的張先生 送醫後一度救回 但最後還是傷勢過重 家屬趕來醫院 同意放棄急救 而當時與張先生同車的女兒 被民眾合力救了出來 狀況穩定 聽到救護車鳴笛聲 大家自動讓道 誰也沒想到 因為殺死車駕駛的疏忽車前狀況 竟造成隧道嚴重車禍 三日新聞黃谷瑞